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博主们真部official发布推文 分享了一张相机模块的金属住件图片 声称用于苹果iPhone 16基础款 并基本确认采用垂直排列 这个造型好不好看不好说 至少iPhone 12用户会很开心 将原本鞋对角排列的双镜头更改为垂直排列 这一改算是回归了iPhone X和iPhone 12等机型的经典设计元素 实际iPhone 16镜头会改为垂直消息也并非第一次出现 过去MacRumors就曾曝光过苹果内部早期iPhone 16原型机设计图片 从设计图能发现苹果最终定案是采用iPhone X与iPhone 12镜头混合设计 传统的相机闪光灯被巧妙地分离出来 一致镜头的右侧位置 与过去的设计相比 新款iPhone 16的相机模块更为精致 Jeffrey个人觉得数项的摄像排列让手机背部更加简洁 有序 你们觉得呢 之前的设计图 加上这次的爆料 这样一来 iPhone 16后摄像头模组重回垂直排列的消息 基本得到了证实 除此之外 博主Majinbo还称苹果似乎有意要扩大iPhone 16系列 打算把S1系列融入其中 如果成真的话 那么该系列就至少拥有五款机型 这五款机型分别是 iPhone 16 SE SE Plus 16 16 Pro和16 Pro Max 其中两款S1型号的相机只有单镜头 而iPhone 16配备双镜头 而两款Pro型号则维持三镜头 两款S1机型的屏幕 预计都会拥有动态导功能 不过更新率只有60Hz 而且电池容量相对较小 中阶定位的iPhone 16 屏幕更新率为120Hz 电池续航力将会比iPhone 15长 两款顶级的iPhone 16 Pro和Pro Max 预计会拥有最高阶的功能 而性能和创新都会有所突破 让Pro能够与S1和基本版 有更清晰的区分 有意说一 S1机型是否融入 Jeffrey觉得可信度不高 不过Pro系列性能突破是肯定的 这不下一代A芯片的重磅消息来了 敬意 最新消息曝光了iPhone 16系列的核心配置 在去年的iPhone 15系列中 苹果做出了一次大变动 首度为A系列芯片引入Pro命名的版本 iPhone 15 Pro版所搭载的芯片 名为A17 Pro而非A17 而普通版本的A17 至今未见踪影 而将于今年9月发布的iPhone 16系列 其芯片也有可能会沿用这一命名规则 分析师Jeff Pu曾在报告中表示 A17 Pro是一个过渡的设计 苹果将为iPhone 16系列打造 A18和A18 Pro两种芯片 其中 标准版机型配备A18 Pro版机型采用A18 Pro 两颗芯片都是基于台积电N31工艺 与N3B相比 成本更低 良率更高 从Jeff Pu的爆料来看 iPhone 16标准版会跳过A17 直接上A18 这有助于提升标准版的竞争力 另外 iOS 18早期开发版本的信息显示 所有四款iPhone 16机型采用T8140 代号Tattiti的全新Sock 这是苹果内部开发A18芯片 不过也有博主透露 不排除苹果与前代的命名方式保持一致 使用A17和A18 Pro 但根据现有信息来看 A18 Pro基本是没跑了 此前量产的A17 Pro首发采用的是台积电N3B工艺 业内人士称 台积电N3B的良率和金属对电性能很差 基于这些原因 N3B不会成为台积电的主要节点 相比之下 N31将使用更少的EUV逛刻层 从25层缩减到21层 投产难度更低 良率也能更高 成本自然得以下降 但是晶体管密度会降低 苹果希望在iOS18中的Siri 快捷方式 消息 Apple Music和其他功能中添加新的生成式AI功能 这些功能无一不需要本地化的AI算力提供支持 据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公司已开始筹备M4系列和A18系列芯片 其中的一大变化就是将采用升级版神经引擎 苹果今年不仅将大幅强化M3 A17处理器AI算力 新一代M4 A18处理器一会明显增加AI运算核心数据效能 所有产品线AI应用搭载率将有大提升 苹果自2017年A11仿生应用于iPhone 8 iPhone 8 Plus和iPhone X以来 苹果就在其A系列芯片上加入了神经引擎 该芯片采用双核神经引擎 后来增加到8核 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用于A12和A13仿生的神经引擎 虽然自iPhone 12系列使用A14仿生以来 苹果一直将神经引擎的核心数量保持在16个 但即使核心数量保持不变 神经引擎的速度也在逐年大幅提升 例如 苹果称A17 Pro的神经引擎速度是A16神经引擎的两倍 每秒可处理多大35万亿次运算 至于Mac 大多数搭载苹果芯片的机型都配备了16核神经引擎 唯一的例外是MacStudio和Mac Pro 当配置了ME Ultra或M2 Ultra芯片时 它们具有32核神经引擎 而在今年推出的iPhone 16系列上 我们又往看到更多核心数量 毫无疑问 升级后的神经引擎将大幅提高iPhone 16的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性能 此以前 A18 Pro的跑分成绩已经曝光 根据博主At New Yen 5 Hang晒出的数据 A18 Pro在Deekbench 6中取得了单核于3500分 多核于8200分的成绩 其中3500的单核成绩 可能是一次发挥超预期的跑分结果 作为对比 目前Deekbench 6中收录的A17 Pro平均分为 单核2906分 多核7231分 也就是说 A18 Pro叫A17 Pro 单多核分别提升了 于20.44%和13.4% 当然了 此次A18 Pro的跑分属于是极早期的成绩 或许和上市版本会有较大差距 毕竟从往年的情况来看 距离发布时间越久 跑分成绩通常就越高 苹果强化中端装置AI运算效能 并大幅提升自家处理期算力 对台积电投片量同步大增 一介透露 苹果今年对台积电三纳米强化版制成 投片量有望比去年大增于5成 稳坐台积电最大客户 苹果除了增加对台积电投片量之外 也包下台积电大量先建封装产能 其台积电同步手握苹果晶圆代工先建制成 与先建封装等大单 最后说回A18 日前 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已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推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并会在今年满些时候公布具体细节 按照惯例 我们应该会看到苹果在6月的WWDC2024上 推出iOS18 A18系列芯片将于9月份随iPhone16系列首发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对A18 Pro怎么看 升级后的苹果A系芯片还能保持绝对优势吗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